西伯来说的第十章 是穷极性祭祀 1-18节 第二是信妄爱的劝勉 19-25节 三大提示 对犯罪者的警告 26-31节 四大提示 成就救恩 32-39节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 在这里说的是 律法计是将来美式的影儿 那在这里说是将来美式的影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圣热身还有教会这些腐热的特权 是身体或者是形体或者是大小 但是影儿是不完全的 那律法呢不能够在这美式上实体性地进行实践 完全한 속죄를 이루는 这来在神前的人不能够使他们进行完全 那在这里是完全是 那在这里是完全是 那神所要求的完全性呢 那神所要求的完全性呢 那不能够进行永远救赎的西斯基督 神为什么进行做了命令呢 神向以色列 不容纳于罪 为了和神做交通的话呢 要对罪进行认证 还有就是 是 通过影儿 并且是 实际这怎么呢是真救恩真方向 那就是 審判了这一世性的解离 外部性的是和神进行 有这个交通之联系的效能 二节 若不然 这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旧约的祭祀 若是能够成全到完全的地步的话呢 如果是旧约的祭祀能成完全的话 就一次性的变为捷径 就不会再有 就是觉得有罪的事情了 这样祭祀一次性的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每一年都向神信计 这里三道四解释 那这些祭祀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这是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断不能处罪 那这生处之血呢 那这生处之血呢 是不能够解决我们灵魂上的事情 所以说生处之血呢 罪是象征性的 就是说在表现着没有罪 那事实这罪的赦免是 内面性的 是神性的 是灵性的问题 黄牛和公山羊的血呢 这是外的 这是外在的 是地上的 是地上的 属于肉体的 所以五节 所以在这里说是基督 就是说来在世上来的时候 那神是不所愿这些祭祀和所限之物 那么在这里说不所愿祭物和就是什么 就是说礼物和祭物 就是说就是靠着这些祭物和礼物呢 是不能够进行满足神的 所以说神就预备了身体 这预备的身体是指向基督的人性的全体 那穿着身体来在这世界是 是为了来行使父的旨意 圣肉身的目的是有三种 第一是可能会死 第二是 第二是 第二是体倦 第三是为了做出榜样的缘故 在这里全体说的是什么 不喜悦于这些藩计和赎罪计 因为这些藩计赎罪计不能够成就真正的赎罪 七节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说了神啊我来了 就是为我照你的旨意行 这是主耶稣来在这世界的时候 是为了行使神的旨意 这来自行使神的旨意是 耶稣是为了这百姓万之救恩的缘故 为了把完全的满足献给神的缘故 就是把就是说来行使所定的一切事情 在这里说了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所以神的意思呢 所以神的意思呢 죄를 제거하고 神的旨意是提起罪 是使百姓成为完全的地步 所以说八节 所以说八节 在这里说是以上说 那以上说是祈物和礼物 分析和赎罪 既是你不所愿的 那律法的祭祀呢 是不能够进行完全的地步 那神是不喜欢这样的祭祀 这都是跟随律法尔先生的缘故 9节 后又说 说我来了 我看了 那么在这里说是什么意思呢 通过耶稣而成就的 就是说有荣耀性的场面 就是说有荣耀性的场面 就是人和天使和人的面前 就是要进行展开的这种信号的话语 就是来行使神的旨意 因为这次 那神家的百姓就匹带着圣洁了 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 第十节就说了是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凭着旨意 是靠耶稣基督之一自献上身体 就得以成圣 那么再一次我们讲解这成圣的意思是 要得着神的恩典 就是说我们上达到我们得战了 就是上达神前的位置 十一节 十一节 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 神说李次先生一样的祭物 那么在律法上是这样的侍奉 那圣所是站着线上的 因为圣所是没有椅子 在这里说是不能坐下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事工还没有完成的缘故 那祭司长的职务是多人去执行的 每一天的职务 他们天天进行单曲这样的职务 而且是一生处每一天现同样的祭 所以说这祭司是 他就不能够去满足永远完全之际 就是说通过这人所知东西是不能够去满足神的 那我们举例的话呢 我们举例的话呢 我们举例的话呢 那像天主教的就是说苦海圣寺 还有苦行 还有厌遇 还有禁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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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凭着人类的这些所谓是不能够去满足神的 但是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但基督 这里写的是但基督 我们现在做一下比较亚伦和他的后继 我们现在左边是把这看出是耶稣基督 那右边是亚伦还有他的后继 第一 第一 第一是为了罪而献上的基 那亚伦的后继在那下面也写上是为罪而献上基 第二 这是一个人献上的 在亚伦这方面是多人进行献上的 第三 一次性的献上 那亚伦那一边是进行献上的多次 第四 那基督是什么呢 是完全的而且是最终性的第四 亚伦是继续性的献上 第五是 那实际上进行突破罪了 亚伦那方面是没有效力的 第六 那基督是坐着 亚伦是站着进行侍奉 第七是 神是永远在上面的 亚伦是 这就是分期限的去进到至圣所的里面 我们的基督是 是现上的永远之际 是坐在了神之右边 神之右边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他的人格性的荣耀的宝座 二 就是说 记事长的一种超越性的座位 第三 就是说 已经写下这个记事被约拿的了 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 四 胜利的宝座 希伯来十二章一节 耶稣作为我们的代表者 而且是在我们上面为了呈现缘故而进行 而且在那里 也就是说 以珍贵的荣耀的冠冕带上而进行等候 十三节 十三节是这样的 是此后 此等后 是从仇敌做了他的脚凳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主耶稣就是说 从那时候到现在开始 他已经到此等候了两千多年 那可以是当场进行灭亡的 但是 进行恒常的忍耐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主耶稣道德上的完全 和我们做比较的话 我们是不太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 但是我们主耶稣能够这样恒常忍耐是 那我们就可知道他的性品是有多么的温柔 谦卑 还有十四节 他说因为是他一次的信计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是永远完全 基督是 以他的祭祀 就是说成就了完全的祭祀 在神前进行越南 而且能够上到神前 以知全力来确保他的立场 那在这里说是成圣之人 这是分别的人 还有能够得盲救恩的后四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 基督的弟兄 希伯来书二章十二 就是说所参与到天被天呼召者们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应许的后四 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 十五节 十五节我们可看一下 还有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主说那日之以后呢 我与他们所列的约乃是这样 在这里圣灵所做的见证是 那救主所献上的这个满足呢 就是说永远得以成圣这样的事实呢 圣灵进行做见证的意思 不但是耶利米亚的时代 以至于世界末了的时候 为了神家之百姓的益处呢 所记录的 那这十六节是 圣灵所运用了耶利米亚的三十 耶利米亚的三十三节的经诸 那么在这里说是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在这里说是他们 这是分别的人 中部者에게主信者 而且是赐给宗保者等 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六节 还有就是提前预定之人 罗马说八章三十节 唯有这等人才能够参与到神的恩典之中 那么在这里说的是 我要将我的律法呢 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那神是可以将他们 重新地恢复起来 那这时候说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说 处在罪宗之人 那么就是说 神将这肉身上的敌对感呢 敌对感就是说 将服从与神 而被提取而成就这等事情 在神的法 就是说 将就是说 顺服神之律法的原理 而重在他们里面的缘故 而进行成就这等事情 我们现在重新再说一句 使之重生 使之以相信的意思 十七节 十七节 这些罪和这些 불법 我还没有记住 他们的不法和他们的罪念 我不再记念了 因为神在照他们之间 已经对他们做了前选 是使他们重生之前 神对他们已经做了前选 那这等人又在神的法庭之上 而被成立了 所以第一 神以永远的言约 来对待自己的百姓 둘째 那就是说 儿子和父的永远之约是 在新的言约之上 进行实行下来 셋째 三 这言约的意图是 内外要成为圣洁之人 넷째 四 那所拣选者的升华呢 那以至于悔改以至于 就是服从而赐他们恩典 成就 而且现在也是不断地在成就之中了 十八节 이것을 사하셨은 즉 다시 죄를 위하여 제사 드릴 것이 없는 이라 那在这里说了是 我们因耶稣这些 得以成圣 所以说 不用再 因为主耶稣基督 一切性的 这是献上了 赐罪之际的缘故 如同旧约之际呢 다시 제사를 드릴 필요가 없습니다 我们不用再去 献上第二个纪 여기 1절로 18절의 내용을 보면 我们看一下 1节到18节的内容是 부약의 제사법은 이것은 하나의 그림자고 这旧约的 就是祭祀呢 只是一个 영儿 사람들의 죄를 완전하게 속죄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是不能够 完全地 去熟尽 人之罪恶的缘故 하나님께서 영원한 대제사장이 되시는 就是神将 永远的 大祭司长 예수님을 이 땅에 보내주셔서 주耶稣 而拆在 这个世界 단번에 一次性的 영원한 속죄를 이루셔서 成就了 永远之 受罪 그 그리스도를 믿는 자는 이제 다시는 죄와 불법을 기억지 않는 那 就是说 再也 不用去 怎么 就是 紀念 他们的 过犯 和 罪了 영광스러운 존경한 자리에 하나님이 옮겨 놓으셨습니다 19절에 그러므로 이런 은혜를 하나님이 주셨으니까 所以 即将 这样的 恩典 神 赐给 我们的 영광 형제들아 우리가 예수의 피를 힘입어 성소에 들어갈 탐욕 을 얻었나니 그랬어요 이제 우리 성도들은 하나님 앞에 나갈 수 있는 자유를 얻었습니다 20절에 보면 길이 열렸습니다 21절에는 그 길을 인도할 인도자가 있습니다 19절에 성소라고 하는 말은 하늘나라를 의미합니다 우리는 장차 하늘나라에 갈 때만 담대함을 얻어서 가는 게 아니고 지금도 하나님 앞에는 담대하게 나갈 수 있습니다 20절에 그 길은 그랬어요 예수 그리스도가 하늘나라 가는 문 이 길은 믿음으로 들어갑니다 자문 10절 17절 생명의 길 생명의 길 구원의 길 구원의 길 이 길은 휘장가운데로 열어놓으신 새롭고 산 길이라고 했습니다 이 길은 새롭다는 표현은 그리스도가 죽기 전에는 그 길이 없었던 것이 아니고 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死之前不是说没有这条道路 就是说在这种行为延约的这以前的生活 就是进行分别 是为了和新的延约进行组合 为什么呢 现在是因为完全敞开的原因 这个道路不会再旧化的 说是一条活活的一条路 这里的活活的一条路是什么呢 那是以基督来进行象征的 都是以进行生命之作表现的缘故 那对活路的第一是 就是说就是从犹太教进入神前的那条路的相反路 就是说不死去动物的话呢就是不可以 而且是没有祭司长献上去呢也就是不可以 둘째 而且是这道路的荣耀和整个的效力的大门 是灵性的而且只有生命的能力 셋째는 这事的结果是与生命作为结果 在这里说是从曼子之间 从曼子经过 耶稣님은 제사장으로 自己的皮을 통해서 열어놓으셨고 那主耶稣作为祭司长 以祂的宝血进行 经过这个曼子 以自由作为先知 把神的启示 就是说进行告诫出来 그 다음에王으로서 周位王 귀를 닦아 놓으시고 而且周位王就是铺好了这条道路 울타리를 해서 而且是进行 자기 백성들이 사용하도록 했습니다 而且进行整个的局限 使之之籍的百姓在那里进行生存 那么在这里曼子所指向的是肉身 예수님의 인성은 예수的人性是 죄를 짊어진 인성입니다 是怎么呢 就是说长住一切罪的一个人性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百姓的不义呢 그에게 다 전가 되었기 때문입니다 就是说已经怎么打传到他身上的缘故 이제 이 휘장이 찢어져야 现在只有这个曼子进行撕开的时候呢 다시 말하면 그리스도가 죽어야만 就是说耶稣死的时候才是 하나님께로 나갈 수 있는 길이 열리는 겁니다 就可以开除一下道路是通向神的 그러니까 예수님 육체를 가지고 계시는 동안에는 所以说这主耶稣有肉身之际呢 그 휘장이 성소와 지성소를 가로막고 있는 것처럼 如同这个曼子呢 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相隔起来 아무나 그 안으로 들어갈 수 없는 거죠 다시 말하면 길이 열리지 않았다는 뜻이에요 就是说什么呢 这条道路还未曾开启 그러니까 휘장의 역할은 所以说这曼子的所作用是 차단의 역할을 하고 있습니다 是一种切断的作用 그러나 십자가에서 운명하실 때 但是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 위에서부터 아래로 이렇게 찢어졌습니다 从上到下进行分为两半 이게 예수님이 길을 열어놓으셨다는 뜻이죠 这是主耶稣这样开启了 这条道路的意思 21节 21节 또 하나님의 집 다스리는 큰 제사장이 계심에 그랬어요 이제 문이 열리고 산길이 마련되었어도 우리는 그리로 들어갈 만한 힘이 없고 죄가 많아서 못 들어간다고 할 수 있는데 그런데 예수님께서 이제 그 길을 열어놓으시고 그 안에 들어가셔서 자기 백성들을 위해서 간과하고 계시고 아버지 앞에 자기 백성들이 유익을 항상 유지하고 계시는 분이십니다 그리고 예수님의 집은 여기 하나님의 집은 지상교회 천상교회를 다 가리킵니다 지상교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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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지상교회를 다 가리킵니다 거기서 다스리신다고 하는 것은 우리의 머리가 되시고 주가 되시고 또 그의 권위를 나타냈습니다 그리고 그리스도는 신자의 인격과 의무와 예배를 주장하십니다 그러므로 우리의 예배는 하나님이 정해주신 대로 드려야 하겠습니다 다른 주는 없습니다 22절에 22절에 우리가 마음의 뿌림을 받아 양심의 악을 깨닫고 그래서 이 말씀은 그리스도의 피를 믿을 때 성령께서 그리스도의 공력을 적용시킴으로 우리의 양심이 깨끗해진 것을 나타냈습니다 이제 깨끗함을 받았는데 참마음 참마음과 그래서 참마음이라는 것은 진실을 원하십니다 진실의意思은 진실 진지하고 깨끗하고 정직한 소원과 결심을 가지고 하나님께 합당한 것을 드리는 것이 필요합니다 온전한 믿음이라고 하는 것은 의심이나 흔들리지 않은 확신을 가지는 것입니다 그리스도의 공로를 완전히 의지한다는 것입니다 내 마음이 그리스도의 피의 절대적 충분성을 의뢰하고 의지하는 것입니다 그리스도의 피의 절대적 충분성을 의뢰하고 의지하는 것입니다 그리스도의 중고 기도의 효력을 완전히 의지하는 것입니다 我们重生的时候是已经得蒙解净了 但是为了上到神前的缘故 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解净起来 我们要进行每一天去告白我们的罪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周立位的祭司长每段执行职务的时候都要进行洗洁解净 我们也是因为神的恩典进行重生的缘故 我们要以真实的心 而是无摇动的 我们要依靠基督的功劳 我们要走进神 23节 23节是这样的 是向我们所应洗的这位是美好的 在这里说是什么呢 是信实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说的是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至于摇动 那么在这里说是什么呢 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是 我们在被宣言于是基督人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人是严格地进行疏约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要抛弃世界 要拦选基督的意思 基督人 基督人 就是将基督营救为自己的先知王祭司 抛弃自己 担起十字架 为了神 当怎样去生活 说是要效法基督的模范的样式 那在这里说是坚持 就是说坚守 然后在这里说是坚守 这个坚守是非常重要的 要坚固牢固的抓住 在这里要坚守是什么意思呢 是对基督的就是一种 就是说见解 继续的 还有殷勤的 就是说要告白我们是进来的 就是要跟随这条道路的意义 逼迫 危险 而且在虚华老师的这种诱惑之中 也要进行很好的跟随 那么在这里说 又重新做一解释的话呢 对坚守重新的解释 第一 那使之我们 就是说不能够做好这些 使之我们不能够做好这些的反对事例 둘째는 二 就是为了这战胜这些困难的缘故 要尽你一切的力量 셋째는 在疑难之中也是要怎么呢 就是说持守信心 我们有可能会这样地去想 耶稣 믿으면 구원 받는다 信耶稣就会蒙着拯救 어떠한 환경 怎样的环境 조건에 있든지 是什么样的条件 어떠한 일을 행하든지 无论是行使怎样的事情 구원은 떨어질 수 없다고 这旧文是不可能去弱掉的 어떤 의미에서 이런 것은 맞는 것 같기도 하지만 비 성경적입니다 在有些一样 这好像是对的 但是这是非圣经性的 견인의 증거는 那见解的见证是 여기 여러 가지 성구를 살펴보십시다 我们现在查看一下 各个的圣据 西伯利3章6节 거기 소망의 담대함과 자랑을 끝까지 견고히 잡으라 그랬어요 那么西伯利3章6章 是在这里说了 是我们若将 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사도행전14章22节 是使徒行전的14章22节 많은 환란을 겪어라 그랬고 就是要经过多多的患难 구린더전서10章12节에는 那就是说 格林도前说的11章12节 손질로 생각하는 자는 넘어질까 조심하라 그랬고 因为你是站着的 小心你会跌倒 로마서8章13节 몸의 행시를 죽이라고 했고 要杀死你肉身的行为 사도행전11章23절 使徒行전11章23节 굳은 마음으로 죽게 붙어 있으라고 했고 要以兼顾这些 又亲近神 요한계시록3章11节 내가 가진 것을 굳게 잡으라고 했고 就是说 你现在所有的 你要牢固的抓住它 자만4章23절에 这正言说的4章23节 마음을 지키라고 했고 要看守你的心 사도행전13章43절에 使徒行전13章43节 항상 하나님의 은혜 가운데 있으라고 하셨고 요常常住在 神恩典之中 히브리 4章1节에 히브리 4章1节에 너희 중에 혹 미치지 못할 자가 있을까 했고 德巴尔就是说 兴许又不能够 入到你们之中的 베드로전서1章5节에 믿음으로 말미암아 하나님의 능력으로 라는 말씀이 있고 저 인지信心 인지神的能力 有这等的话语 테살로니카 전서3章5절에 너희를 시험한다는 말씀이 있고 저要试验 你们 히브리 6章15절에 히브리 6章15절에 오래 참아 약속을 받았느니라 야고버 1章27절에 자기를 지켜 세상에 물들지 않도록 하고 베드로서3章17절 베드로서3章17절 요한일서5章21 요다서21절 마태24章13 끝까지 견디라 그랬습니다 그리스도인의 견인은 믿음과 거룩 안에서 계속 거하며 믿음을 지키고 의의 열매를 부단히 맺어나가는 것입니다 그저 믿었다고 구원 받았다는 그저 그것만 가지고 내가 구원 받았다고 하는 건 뭔가 좀 말이 맞지 않습니다 그리스도 안에 거하는 것은 그위를 위해서 주의해야 하고 얼마나 부지런해야 하고 얼마나 열심을 내야 하는지를 생각합니다 물이나 거름을 줄 필요가 없는 저절로 자라나는 나무가 아닙니다 우리는 성경이 표준인데 말씀에 굳게 서서 요堅固地站在话위之上 흔적이지 않아야 되겠습니다 24절에 24절에 서로 돌아보아 사랑과 선행을 격려하며 그랬어요 서로 돌아보라고 하는 것은 하나님께 속한 일들은 우리의 가장 면밀한 주의를 요한다는 것입니다 그래서 우리의 가장 면밀한 주의를 요한다는 것입니다 다른 성도들의 유익을 위해서 마음의 두고 부단하게 도모하라 그 말이에요 그리고 선행을 격려하며 그리고 선행을 격려하며 그리고 선행을 격려하며 의무를 수행하도록 격려하고 자극하려는 것입니다 즉시행 즉 직무 그리고 진심 사랑의 불꽃을 붙이라 그 말이에요 즉시激发爱心 25절에 모의기를 패하는 어떤 사람들의 습관과 같이 하지 말아라 그래서 그리스도를 예배하는 예 그 예배를 피하지 말아라 즉시 함께 모이는 일을 피하지 말아라 즉시 聚会의 시신 聚会의 시신 不要去费他 베더의 단계는 첫째 뒤를 돌아보고 둘째는 뒤로 물러가고 셋째는 뒤로 돌아서고 넷째는 뒤로 넘어집니다 그리고 향후跌倒 어떤 사람들의 습관이 있는데 이것은 의도적으로 끝내 교회를 떠나는 악임을 나타냈습니다 그래서 그들을 잘 권멸해야 되겠습니다 서로 사랑하고 기도해주고 권멸해야 되겠습니다 26절에 26절에 우리가 진리를 아는 지식을 받은 후 진지죄를 범한 즉 다시 속죄하는 죄사가 없고 그랬어요 아멘 여기 진리죄죄를 범했다고 하는 것은 그래서 이 사실은 의도적으로 그리스도를 버리고 하나님으로부터 떠나겠다는 결심입니다 그런 사람은 다시 속죄하는 죄사가 없다고 했습니다 说这种人是没有再赎罪的寄给他了 因为最终性的他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不能够得着赎罪 27节 说在那里只有是审判 28节 那废掉摩西之律法的也是因为悲逆的缘故而死去 圣明记的13章6到9节的内容是 那是否偶像之者呢都被致死了 29节 那是说这何况是人践踏神的儿子 在这里说践踏神的儿子 这是指向的是被道 是荣耀的主极其的去清世的意思 而且在那里说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是对这基督的职务进行了藐视 这被道者首先就是藐视基督的宝血 是将恩费的圣灵 就是说泄满这恩典的圣灵 圣徒是以圣灵进行重生 而且是由觉悟 明白罪 被基督所引导 那泄满之时的圣灵是非常傲慢之罪的 所以说看30节的时候呢 说是什么呢 我知道是谁身边在我 我必报应 31节是 所落在神的手中是一个真可怕的 那31节到39节的内容是 那希伯来圣徒呢 就是得着恩典之后呢 在苦难之中他们也承受了很好的忍耐 他们也受了诽谤 而且是被人看作是一台 就是成了一种戏警 那就是在这么的叫众人看见 34节里面 我们可看到 合秦자를同情하고 而且是 就是体恤让他被捆锁 在这种事 而且是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夺去 也是甘心忍受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知道了 有更好的产业和荣耀 这指向的是天上的荣耀 那是他有曾受过这等的恩典 但是因为有苦难的缘故 因为有苦难的缘故 不要再回到这犹太教中了 所以说三世无解之宗 就是说不可调弃你们勇敢的心 那这里的勇敢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不知多 心灵的勇气 而且是意志的 就是说不断性 就是不抛弃这个勇敢之心的话 那上前你会领到大赏赐 在这里勇敢的心是 就是说将来所受一切荣耀的资格 是在讲说了要参与到天上永远的荣耀之中 说不要这等事情要很好的去忍耐 因为是暂时暂且之后要来者就会来的 要等到那个时候 信心去活着 而且以至于到底 凭着你的信心向往前进 西部来说的第十章到此完全结束 大家再见 明镇 感谢观看